竟然因为有人啊 因为噪音而被逼上了绝路 新北市一名黄姓女子呢 因为受不了住家楼下的卡拉OK店 长期传出噪音 竟然选择在楼梯间上吊轻声 死者还把遗书贴在墙上 怒控房东把房子租给了恶邻居 房东在今天也出面喊冤 他证明自己已经好几次 向KTV业者发了存证信函 要求搬离 没有想到还是发生了悲剧 公寓墙上贴着构式 写得很白话 提醒邻居别吓到 自杀的黄姓女子用一张纸 预告自己的死亡 而自杀的原因竟然是因为 住家楼下的卡拉OK店 长期制造噪音 是有吵啦 可是多吵 我是觉得反正邻居那么多年 就忍耐一下 41岁的黄姓女子情绪不稳 因为无法忍受卡拉OK 每天深夜魔音穿脑 加上多次反应无效 怒控房东不该租房子给恶邻居 没想到卡拉OK业者 硬是拖了半年才退租 黄姓女子不堪其扰 最后选择在楼梯间上吊轻声 说她要死铁卡砍 他们两个都这样疯了 我是听到这样子 房东太太手里拿着出租房屋 被破坏的照片 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 气冲冲的指控前房客 原本说好房子作为录音室 没想到却改建成了卡拉OK店 她要搬走的时候 全部房屋都给我毁掉 你看这么恶劣 原本的卡拉OK虽然已经改为咖啡店 噪音问题已经改善 但仍然挽回不了黄姓女子的宝贵性命 记者刘志展采访报道